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林芝市区的泥阳河畔 一大早起来就在河边发了好长时间的呆 这山间的云雾真的是看得让人心神一静 坐在这里发呆是让人非常放松的 真的是不想走了 但是不行 咱们今天就要赶到鲁朗镇去 这会儿就收拾收拾准备出发了 林芝的环境真的是 哪哪都好 绿树 红花 青草 满山遍野 收拾完毕之后 中午11点咱们继续往东前往鲁朗镇 鲁朗镇距离林芝有大约70公里 出了市区之后 沿国道318往东 大约一小时40分钟之后 便可到达 行驶大概10公里之后 车子驶入了山区 咱们现在走在318国道上 正在翻越的路段是色济拉山 这段路全都是盘山公路 弯道比较多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沿途的风景实在太好 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色济拉山是林芝前往鲁朗的必经之地 它位于林芝市巴仪区以东 大约25公里处 是念经唐古拉山的分支 也是尼阳河和帕龙藏步江的分水岭 著名的川藏公路318国道 沿色济拉山山体 蜿蜒而上 最高的崖口 海拔大约4728米 色济拉山拥有青藏高原 最原始最自然的奇风秀水 山间绿树成荫 流水潺潺 不仅可以保览云海和陵海 如果你足够幸运 还能看到西藏神山 南加巴瓦峰 驾车继续沿318国道 翻越色济拉山 八月底的318 雨水说下就下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 路上的弯道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路段行驶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堵车 也是经常遇到 色济拉山的地理环境非常复杂 山高林密 雨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上一秒还是艳阳高照 下一秒就又可能是轻喷大雨 并且这个路段弯道多 大货车多 公路下面又全是悬崖 走起来一定要耐着性子 慎之又慎 这会儿距离鲁朗镇 还有大概18公里 咱们到了山间的一个观景台 这里叫做卢朗临海 观景台是在山下 要从游客中心买门票进去 门票是30块钱一个人 卢朗临海观景台 这个景区也是比较出名的 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西藏神山 南加巴往峰 但是现在是雨季 山间这个云雾缭绕的 我估计看到南加巴往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非常小 所以咱们就不买门票进去了 我直接拿无人机给大家飞一下 卢朗临海 位于西藏林芝市卢朗镇 以西大于17公里处 这个景区主要的构造 是一个位于山间临海的观景台 此地是观赏南加巴往峰的 最佳观景地之一 观景台的下方 是一片高原山地草垫狭长地带 两侧的山峰从高到低 分别被灌木丛 云山 松树等覆盖 看起来就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 虽然此地的风景 确实足够治愈心灵 但是不出我所料 南加巴瓦峰并没有显露真容 南加巴瓦是林芝最高的山 还拔有7782米 给大家大致地形容一下 它的山体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中年积雪 云雾缭绕 从不轻易地显露出真面目 所以这座山也被称作修女峰 我们的藏族同胞 世世代代把南加巴瓦 视为同天之路 神灵居所 在他们的心中 这座山峰是凡人不可打扰的圣地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含义 南加巴瓦成了无数人心目中 神秘的山山 看过了卢朗领海之后 冒着大雨 我们抵达了今天的目的地 卢朗镇 下午一点钟 抵达卢朗镇啊 这个小镇 是我在西藏最喜欢的一个小镇 因为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 咱们这会儿啊 先去吃饭 然后给大家拍摄一下这个镇子啊 随便的在镇上找了一家啊 今年疫情啊 所以说游客非常少 这个饭馆里面基本没什么人 林芝最出名的食物呢 就是卢朗石波机啊 所以这个镇子上石波机是非常多的 当然也有炒菜啊 我看了眼这边炒菜的价格呢 一般荤菜就是50块钱左右 然后素菜的话就是30块钱左右 吃完饭之后便带大家一睹卢朗镇真容 这座小镇是一座免费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也是一座国际旅游小镇 它是由广东和西藏携手打造的一项重点旅游产业 于2017年竣工开业 卢朗藏语为龙王谷 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 318国道横川泉镇 镇子周边还有一条小河蜿蜒而过 最后汇入东面的湖泊之中 卢朗所在的地区 属高原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温暖湿润空气新兴 周边的雪山河流 牧场森林 湖泊花海等自然景观 和当地的公布藏族文化特色的建筑 融为一体 让人一到此处 就被美得不想回家 卢朗作为近些年 西藏旅游的后起之秀 它还是一片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 小镇中有恒大 珠江等近10家品牌的特色酒店 以及100多家民宿 和60多家特色餐饮 除此之外 医院停车场等硬件设施 也是应有尽有 这也是国内外游客 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 在饱兰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 生活和出行 也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当然在建设旅游业的同时 卢朗也没有完全被商业气息所弥漫 镇子的周边 还保留着大片的青柯田和牧场 牧民家饲养的动物 甚至可以肆意地 在街道上闲庭信步 总的来说 这是一座人与自然 无比和谐的小镇 也是我在西藏最喜欢的镇子 没有之一 好了 下午三点啊 咱们今天呢 就在鲁朗镇不走了 明天再接着走 因为今天有点下雨 这个镇子呢 有一个这样的停车场啊 停车位有很多 而且这边有洗手间啊 所以非常的方便 今天就在这里待着了 我是冬瓜 正在一人一车自驾西藏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 就是我此生的信仰